今天我們要來做蔥抓餅 請幫我按個訂閱吧 這是我第二次自己做蔥抓餅 綜合第一次與網路上食譜的經驗 做出來的蔥抓餅是我喜歡的版本 所以跟大家分享囉 一般來說蔥抓餅會使用到蔬油或豬油 但是我覺得取得太麻煩 所以我全程都是使用沙拉油 準備的材料有中筋麵粉400克 熱水200ml 常溫水100ml 沙拉油適量 沖兩支 鹽小許 白胡椒小許 量好400克的麵粉之後 倒入200ml的熱水 開始攪拌 接著慢慢倒入100ml的常溫水 持續的攪拌 確定手洗乾淨之後就可以開始來揉麵團囉 揉到鍋子內部沒有麵粉 手上也不沾粉 這樣就可以囉 接著蓋上保鮮膜 讓麵團鬆弛30分鐘 30分鐘之後手抹上沙拉油再揉一下麵團 但不要揉過頭了 確認麵團上都沾有沙拉油之後 再蓋上保鮮膜 鬆弛一小時 麵團鬆弛的時間快結束前 我們就可以來調味蔥花囉 蔥切成蔥花之後必須先量乾 如果不確定有沒有乾可以用餐巾紙索最後的確認 蔥的調味很簡單 只要有少許的鹽巴跟白胡椒就可以囉 麵團鬆弛完之後就可以準備來擀麵團囉 拿個小碟子倒上沙拉油備用 蠻多師傅這邊都是用豬油或酥油給大家參考囉 接著把麵團拉長隨性的切成7份 就可以準備開始擀麵囉 擀麵棍上記得也要塗上少許的油喔 首先拿出一個小麵團把它擀成薄的長條形 有點像牛舌餅那樣的形狀 搀上少許的蔥花之後 捲起麵條 接著一邊拉一邊甩 把麵條延伸拉長 聽說這個動作叫做撐 接著就是把麵條捲起來囉 第一次做的時候我試過各種食譜的捲法 這是我覺得捲起來最方便 而且口感也很好的一種捲法喔 捲好的麵團表皮抹上沙拉油 接著蓋上保鮮膜 讓它鬆弛一小時 最後一個步驟 把鬆弛過後的麵團壓扁 擀成圓形 這樣就可以囉 保存的時候記得每一片蔥抓餅的上下 都要放上保鮮膜隔開 這樣就完成囉 可以直接放冷凍保存 每次要吃再煎即可 煎過的蔥抓餅 這樣的做法吃得到裡面 一絲一絲的口感 但我忘記拍了 這是早餐點心的最佳涼拌 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Youtube訂閱 按我的粉絲團讚 以及追蹤我的IG喔 你的影片請記得按沒有按摩 我會不會看 你的影片請按摩 按摩 按摩 按摩